TVB 一人胡鸿军、刘佩月等人出席旧期同学会直营齐兵团活动 他们在台上大玩游戏 而ATLVN武富桥引输了要几场罚座掌上压 AT胡鸿军Hubert及Nun一同受访 讲到狙击未多,他们就各自入围最受欢迎男女角色 Hubert表示,多谢公司鼓励,今次可以参与有好的满足感 拍摄过程十几个后生在相处好融洽,培养深厚感情 AT刘佩月用意味,同青春句好友缘分 差无多年年暑假都有青春句比我参与Hubert及彼此寸他 过多几年你做不到 啦,问道可是首次入围这个奖 Lun表示上年都有屏降魔的获得提名 觉得公司有一堆人戏可以提选 大家可以去留意,可以去选择头无头的逼角色 当一起参与个party 讲到沫平跳跃生命线有份争夺最佳女主角奖 他表示是首次入围 开心,但知道自己无戏最佳,有的提名以及最大奖励 我中有好多也需要学习,可以继续习之后几年,十几年慢慢build up 反而无想闲早罗 都会,哪个戏的鼓励,公司必捏角色我都会继续努力 早前在多部剧集中均有亮眼的表现的 胡红军未受TVB力捧,去年更凭借降魔的收获了一大批女粉丝 最近,TVB开拍了一部青春剧旧期同学会让胡红军翻任男一号 女一号则由TVB新晋女神刘沛月出演 目前,这部剧正在拍摄中 演员们也会不时在IG发布剧集的拍摄进展 但在本月5日,胡红军等其他演员分别在IG上透露遇上火警的消息 吓坏了一众粉丝 根据同剧女演员刘温馨透露 当时情况非常混乱 他们也找不到消防员指定让他们走个楼梯 胡红军当时让大家冷静下来 全程表现得非常man 而且还帮其中一个女演员拎包包 为了逃生,更有演员以身睡衣打扮逃下楼 在这件事情中,并没有任何演员和工作人员受伤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据称,旧期同学会将会在11月25日开播 若播放日期有更改 一切以电视台为准 作为TVB少有的青春偶像剧 这次更是大量使用了新生代演员担任要讲 除了两人男女主角胡红军和刘沛月 还有朱志贤、武富桥、黄亭峰、黄美琪等人 在题材方面不但有充满青春风的大学宿舍生活 还会有平行时空元素 可以说是TVB在青春偶像剧上的一种创新和突破 对于这次的火灾事件和旧期同学会这部青春剧 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呢? 最近,TVB新剧旧期同学会正进行紧张的拍摄当中 日前一众演员包括刘沛月、胡红军及朱志贤等人 就为该剧拍摄外景场后 受访时,胡红军校为这次终于可以与心中女神刘沛月修成正果 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他表示,之前在江河降魔的里面都是我当恋命 刘沛月,这次在剧中终于可以修成正果演一对小夫妻了 不过就完全没有亲热戏 我们的爱情经历了五百多年 已经是老夫老妻那种状态,感情相当平淡 而刘沛月则透露,最令自己难忘女胡红军的一场对手戏 是她要跳入行驶中的车厢中舍命相救自己 又大赞胡红军身手非常敏捷 被女神大赞,胡红军则笑笑口表示 其实那辆车不是开得好快的,初始以为好容易 但到真正拍摄的时候,Moon拖着我的手 车门又开得不大,有点无从入手的感觉 幸好最后拍几切就完成了 还算顺利,谈到早前旅飞门男友周志文被拍到在船屁上机吻 问到会否怕周志文吃醋 刘沛月明显感到尴尬,对记者的问题避而不答 只是以微笑回应带过,而胡红军则表示 我自己是专业的演员,所以我不是会去理对方的夫生活 剧情需要的我便去做 这部旧七同学会之前有港媒报道过 极有可能被无线抽起提前出街 更被称为是今年TVB隐藏台庆剧 备受关注,就连万众期待由张卫健主演的重头剧大帅哥 今年都没有出现在台庆剧及剧集推荐里 不过港媒就指,由于旧七同学会这部剧集题材 视为闹青春偶像爱情故事 而TVB确实已经很多年没有这类的剧作面试 近年更基本没有这类型的剧集 所以有消息指,无限高层在往大方向考虑的前提下 不排除会将该剧提前出街与观众见面 替代原本上映的另一剧集《十二传说》 据悉,该剧剧组献正全力改戏完工集尽快处理后期工作 相信一般演员为了改戏挨更底液也是相当辛苦的 希望届时剧集出街,各位观众能够将焦点放在演员的表演上 相信这就是对一般演员最大的肯定 最近,TVB新剧旧妻同学会正进行紧张的拍摄当中 日前一众演员包括刘佩月、胡鸿军及朱志行等人就为该剧拍摄外景场后 受访时,胡鸿军校为这次终于可以与心中女神刘佩月修成正果 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他表示,之前在江河降魔的里面都是我当恋命 刘佩月,这次在剧中终于可以修成正果演一对小夫妻了 不过就完全没有亲热戏 我们的爱情经历了五百多年 已经是老夫老妻那种状态,感情相当平淡 而刘佩月则透露,最令自己难忘于胡鸿军的一场对手戏 是他要跳入行驶中的车厢中舍命相救自己 又大赞胡鸿军身手非常敏捷 被女神大赞,胡鸿军则笑笑口表示 其实那辆车不是开得好快的 初始以为好容易 但到真正拍摄的时候 MUN拖着我的手 车门又开得不大 有点无从入手的感觉 幸好最后拍几切就完成了 还算顺利 谈到早前与飞闻男友周志文被拍到在船屁上机吻 问到会否怕周志文吃醋 刘佩月明显感到尴尬 对记者的问题避而不答 只是以微笑回应带过 而胡鸿军则表示 我自己是专业的演员 所以我不是会去理对方的私生活 剧情需要的我便去做 这部旧期同学会之前有港媒报道过 极有可能被无限抽起提前出街 更被称为是今年TVB隐藏台庆剧 备受关注 就连万众期待由张卫健主演的众头剧大帅哥 今年都没有出现在台庆剧及剧集推荐里 不过港媒就指由于旧期同学会这部剧集题材是围绕青春偶像爱情故事 而TVB确实已经很多年没有这类的剧作面试 近年更基本没有这类型的剧集 所以有消息指无限高层在往大方向考虑的前提下 不排除会将该剧提前出街与观众见面 替代原本上映的另一剧集十二传说 据悉该剧剧组宪正权力改戏完工及尽快处理后期工作 相信一般演员为了改戏还更底液也是相当辛苦了 希望届时剧集出街 各位观众能够将焦点放在演员的表演上 相信这就是对一般演员最大的肯定 TVB的新剧一步接一步 由肖正男以及林夏威主演的新剧十二传说早前 就已经定在上月期8月12日正式首播 不过因为《演喜攻略》爆童 为了迁就播足一周的《演喜攻略》 只好等该剧播必才可以在周日半期播出 但是如今TVB则传出十二传说要再延迟才能正式播出 据港媒消息指 《剧集十二传说》就换成由刘佩月 胡红军主演的青春剧《旧期同学会》 因为该剧仍在拍摄中 所以时间相当赶 而在这空档的期间 周日会先播放一些电影 直到11月25日才播出该剧 《剧集旧期同学会》的金智就表示说 其实暂时未有收到公司的正式指示 但他们希望可以在11月尾12月头才播出 预计10月尾才正式《煞科》 所以整个过程非常感激 不过台前幕后都会尽力配合公司要求 说到旧期同学会 剧中的阵容可以说是美女如云 其中包括有朱志贤 刘佩月 黄美琪 刘温馨 魏雨昕 剑书尔 余思廷等 还有TVB的上位小声包括胡同军 吴富桥 黄云峰 谭永浩 郭子豪 李认深等这样的青春偶像剧小编就想起了当初的四叶草系列 似乎暴露年龄了 不知道大家又是如何看待呢 众所周知 TVB的台庆月都在十一月 换言之旧期同学会这次的播出时间 变更电视成为了隐藏版的台庆剧 与台庆众头剧兄弟各占两个时段 虽然临时变更让人措手不及 但是相信这样的决定也是经过TVB高层的深思熟虑 大家互乏一起拭目以待 而十二传说主要就是以恐怖 怪事未题才开展的故事 相信一众喜爱刺激恐怖元素的观众一定会对该剧大感兴趣 不过正所谓古语有云 赛翁诗马 燕之威福 虽然未能在台庆月期间播出 但该剧也都由周日当变作周一到周五正常播出 由原来的每集两小时共十二集的内容 简称每集一小时